时隔36年重夺世界杯冠军 阿根廷全队回国享受着英雄待遇 马拉多纳时代的阿根廷 无论是赢得世界杯冠军还是亚军 都会去总统府阳台 接受五月广场上的人民鼎礼膜拜 这个像是约定俗成的礼仪 却在梅西这一带中断了 阿尔贝托菲尔南德斯成为了阿根廷历史上 首位无法接见世界杯冠军的总统 菲尔南德斯对此解释称 阿根廷球员应该是感觉很累了 所以自己尊重对方的决定 并认为未来总有时间和机会 跟梅西和斯卡洛尼交流 但阿根廷足协给出的理由 是球队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 这个世界杯冠军是属于阿根廷人民的 而不是属于这一届政府的 阿根廷全队拒绝总统的接见 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在去年夺得美洲杯冠军后 总统菲尔南德斯也没接见阿根廷全队 当时前者给出的解释 是不想让足球政治化 但后来阿根廷媒体 国家报辟谣称是阿根廷全队 拒绝了总统的邀请 当时队长梅西对菲尔南德斯 仍怀恨在心 原因那是他在前一年 为家乡罗萨里奥捐献的 32台呼吸机 却被阿根廷海关 无端端扣留了一年 梅西捐献呼吸机被扣留 也应该是阿根廷这次世界杯夺冠 再次拒绝总统接见的原因之一 而另外的一些原因 确实是因为现在的阿根廷球员 不再像马拉多那年代那样 热衷于政治活动 梅西这一代阿根廷球员 选择远离政客 不想跟任何一派站在一起 还有菲尔南德斯政府的无能 把阿根廷经济搞得一大糊涂 本来就引起了公愤 所以阿根廷球员本身就对他不敢冒 再加上阿根廷族协主席塔皮亚 跟菲尔南德斯跟之间本身 也就有点私人恩怨 这一系列原因导致菲尔南德斯 无缘接见世界杯冠军 讽刺的是 当梅西和迪玛利亚 乘坐私人飞机抵达罗塞里奥机场时 州长佩罗蒂却如愿地跟梅西完成了合影 这是连总统都没有的待遇 当然 这位州长的行为也引来了不少骂声 当时他让其他政府人员正常上班 然后自己却偷偷溜达到机场追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